曾、偉 我們常講歷史的曾跟偉 他是被排在第八個可信度 就是相不相信 排名第一的是 你看到的第一手資料 自己所說的或自己找到的第一手資料 反正合約也是第一手資料 那這個傳記寫傳記寫什麼 那都是排後邊的 所以你認為他可信度高嗎 不知道 只能說這個爭議跟混淆就這樣子開始 好 那今天我們只是把他回顧一下 那 未得成功 那妙心思君不成根 雙匡匹無益 雖欲耕得夫 稍守之族 奈何奈何 最帥業主與流 就是郭熙流相傷 情願將大平臨地界 聽流 聽郭熙流開鑿軍路 就是都可以啊 你要怎麼開 你就去開吧 通流灌溉 通郭熙流 讓他去灌溉外裝 並指 十三邊大潭設立 皮地 副郭熙流給他去做一些房竹 就是說一些設施 尾水 飲水的設施 以捕元前作是謀史之奇功 那郭熙流也將 郭熙流也將清壇所創皮地 就是抖門頭 那交給蕭妙心等續接 實為兩變 好 這個歷史啊 蕭妙心跟郭熙流在那段 那個時期的歷史 就是這樣 這麼一段 哇 這麼一段 就很多人解讀都不一樣 但是呢 這邊寫得也很清楚嘛 他也沒有很多形容詞 或者很多的 讓你看不懂的字嘛 對不對 好 那 底下就是要開始做 那完成 鑿石穿山 然後1765年 大比林軍完成 系統性的通水 這個 這個 這個也不是亂說的 剛剛我們看到 郭元芬的那個水檢合約裡面 他就講了 他說他在1767年的時候 要開始 開闢柳宮菌的 要到萬聖莊的那個 他已經講他說 大平林的浚水 則更早於 那個 通水以及灌溉 這個 是 不要 我 我 明镜与点点栏目